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小助理和她的大明星 第十二集,这样算不算间接接吻 今下一路上看着沉默不语的路易 心里有不由的些许担心 今天她拍了一场想起回忆年幼丧母的戏 需要爆发情绪,她一个人待着默默酝酿了好久 直到满眼通红地去拍 这条戏她一次救过 在场的人都被她爆发的情绪感染 惊吓更是偷偷地抹了好几次眼泪 其实一个人的情绪真的很不适合大起大落 对身体伤害很大 但路易是演员 去触摸角色的感受是她必须要去做的 更何况为了让自己更快地入戏 她做了很多的准备 回到酒店,路易还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沉浸在巨大的悲伤里面 沉默地坐在沙发上 其实今夏早就习惯了她的沉默 她的不理人 可是见她难过,自己心里也会不舒服 她有那么一瞬间,想着是不是该哄哄她 喝杯酒吧 这时今夏大着胆子 递了一杯自己调的鸡尾酒给她 也许此刻酒会是她的好朋友 路易看着眼前的酒 这杯酒似乎有些特别 装在玻璃杯里,底部放着圆圆的玉兰瓜 酒的上面还冒着气泡,里面加了几块冰块 这冰块里怎么还有薄荷,因为我想把薄荷一直藏在夏天里啊 这样你想喝饮料的时候就可以喝到清新的薄荷了 今夏看着她,笑盈盈地说道 可是此刻路易却觉得只要留住了今夏 就好像留住了薄荷,留住了夏天 她浅尝了一口酒 好甜,里面加了雪碧,嘴里还冒着泡 可是喝进去的却全是玉兰瓜的香甜 只有在一口酒全部咽到肚子里的时候 才能感受到一丝丝醉人的酒意 路易拿在手里,默默地喝着 今夏,你今天是不是被我吓到了 她吓了戏之后,看到这丫头眼睛红红的 今夏愣了,没想到路易竟然会问这个问题 她想了想,我只是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一段伤心的往事罢了 路易看着酒杯里的薄荷 随着冰块的融化慢慢舒展开来 被风冻的往事也总有一天会再被提起的时候 其实,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很小的时候也就没了妈妈 今夏知道她的身世,但从来没想到她会突然提及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心里焦急得不行 下意识地说道,以后你难过的时候 我都给你调一杯甜甜的气泡酒好不好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那么难过了 路易听了她的话 心里有些震动,以后我难过,你都在 今夏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一句有点暧昧的话 自己似乎没有立场,和老板说这样的话,连忙解释道对啊 你是我老板,你不开心,我有义务让你变得开心些 路易盯着酒,只是老板吗? 今夏端着酒,带着一点点讨好的问道 哥,我陪你喝一杯好吗? 路易发现她那杯就是纯粹的鸡尾酒,并没有调过 为什么不给自己调一杯,调酒麻烦呀,为了给你调杯酒 我可是花费了半个小时的功夫 我随意一些就好 原来她为了让自己开心,花费了这么多心思 路易心里有一点点喜悦的感觉,随着酒意越来越浓 并不是因为这杯酒有多好喝,而是她的那片心思 好呀,干杯 两人碰了一下杯子,今夏闷了一大口 这酒度数不低,你喝这么急干嘛? 没事,我酒量不错,接着又喝了一口 路易喝完杯子里的酒,甜甜的味道,让她感觉情绪恢复得差不多了 难过的时候,有人陪的感觉真好 她看着今夏喝得有点红扑扑的脸蛋 突然有一丝莫名的情潮从小复生起 这时,今夏突然凑近她 她心猛烈的一跳,两人靠得很近 近到她看不清今夏的脸 哥,杯子里的玉兰瓜,你怎么不吃啊 我可是把最好吃的中间部位放在酒杯里了 原来她心里念的是这个瓜 路易拿了个水果叉 把玉兰瓜叉起来 味道今夏嘴边 你喜欢你吃,今夏看着绿色的瓜 感觉清爽极了 那水果特有的清香夹杂着酒的浓郁 熏得她有些睁不不开 眯着眼睛咬了一小口 舌头上瞬间布满甜蜜的气息 真的很好吃,是吗? 我尝尝,路易看着她咬了一半的玉兰瓜 上面留着她小小的牙印 和她一样可爱 把剩下的一半吃了进去 果然很好吃 在吃的方面,她永远说的都是大实话 今夏觉得自己喝多了 出现了幻觉 她有洁癖的陆老板竟然和她同咬一块瓜 她是不是喝多了 不不不,好像这路易比酒还让人醉呀 赶紧喝完杯子里剩下的酒 站起身来 哥,你好好休息 我先回房了 她转身正要走 路易拉住她的手腕 还要不要再吃一块 今夏从没觉得自己醉过 此刻脸红到不行 脑子里也昏昏沉沉 全身冒着冷汗 她不敢甩开路易的手 只好点点头 眼睛却是再也不敢看她 她拿起插起一块玉兰瓜 咬了一口 轻轻地嚼了起来 其实此刻她紧张到嘴里 已经没了味道 路易看她嚼了半天 心里好笑 忍不住逗逗她 我也要 今夏看了看杯子里没有了 只有自己手上 还有咬过的半颗 想起刚才 路易似乎不太介意自己的口水 颤抖着手 味道她嘴巴 路易低头 吃下了她递过来的水果 吃完了 我可以走了吧 挣脱了路易的手 赶紧飞一班逃回自己的房间 她突然在考虑一个问题 一个会让她失眠的问题 同吃一块食物 算不算间接接吻